恭喜彰皇 賀席 摩斯大大 在這場無人擊敗爵士的勝仗中 Lambron James完成了個人生涯 三萬九千分的里程碑 作為當今聯盟的歷史得分王 這項紀錄當然也是史無前例 就連什麼大風大浪沒見過的皇帝本人 也難以言喻這美妙的滋味 我沒有 祝我所有的隊友和教練 我沒有機會 我真的想要把這意見的意思 有很多很棒的選手 他們從這個項目的開始 有很多很棒的選手 能夠做到一件事 我認為這項是很棒的 這是很厲害的 達成紀錄的同時 這陣Lambron也只上場二十四分鐘 球隊便大勝贏球 持續養身保留體力 目前他距離生涯四萬分 只剩下988分而已 而胡仁這季還有67場比賽 只要姆斯健康全勤 並且場均能拿到14.7分 就能達成進一步創局 相信機會是相當濃厚 而跟上東區A族六馬的腳步 胡仁以四戰全身的成績 提前晉級 季中競標賽八強 讓過去對時的傳奇中攻 Shaquille O'Neal 有些難以置信 比賽 比賽 you're playing for something whatever the prize could be, you know, we are trying to play for the championship that was the prize. So the SE season tournament do have trophy. But in addition that five hundred thousand second place gets 250 as an athlete when you put your mind to it and say, okay, we have to do this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to get it done. Lakers are playing very, very focused. I wonder if they could play like they play tonight all the time. It is what it is. Obviously, you know, we in the tournament. 之所以姆斯如此強調 以分組第一之姿 晉級季中錦標賽八強 有多重要 那是因為攤開數據一看 設計的紫金春團到目前為止 主場賽事竟然由著 七勝一敗的超狂戰績 或許在本季強隊環似的情況下 無論想重返冠軍榮耀還有一定難度 但要是能在季中錦標賽一路破關斬將 並在賭成拉斯維加斯同起金杯 或許將能稍微地滿足落成球迷